55. 《規模宿命》 2015年7月8日富康時代 D05慾望之珠馬家輝中央出手舊市 即使短期秋後,拉長時間來看是否有助於整股股票市場 實成疑問,因為中國的大跌市並非單純的景氣不景氣問題 而有採層的結構因素,股市在中國大陸不算新興事物 但近年極速發展,吸納了龐大的鄉鎮農村股民 毅民紅兵,即小成大,已經變成一頭不易受控的暴龍 一個由散戶尤其沒有股市經驗的散戶主導的股市 很難不帶起大落 絕大多數股民對於風險已自存無概念 甚至根本不把風險看在眼淚、孖展泛濫、 跟風成群,大成小鎮你炒我炒,任何金融政策上的變動 即而吹生恐慌拋售現象,或相反,散戶主導 任何風吹草動的利多消息加以觸發聲源再聲的所謂大時代 但然後,形勢逆轉,又是大跌是,再來,又是大時代 高高低低如過山車,聲聲跌跌如大循環 譬如說,中央入市托市,是利多,但總有退市退潮的一天吧 這一天到底何時來臨,無人之曉,散戶都在猜測 這即成為引爆恐慌的情緒火藥,輕輕一句傳言 小小一項政策即可再度引發金融海嘯,人口眾多,股民稅多 自然升跌都以超級規模的海嘯式形態進行 此乃中國的規模宿命,沒法止了 誰叫你是大國強國,唯有隱痛面對,再狂聲暴跌兩三回合 股民習慣了,中央也見慣了,便不會覺得這是問題 規模宿命不僅出現於股市,更彰顯於所有領域,且說是學玩樂吧 深圳有1,030萬人,廣州有1,270萬人,上海有2,300萬人,北京有2,000萬人 天津有1,300萬人,成都有1,400萬人,武漢有1,000萬人 連在許多香港人眼中指著鄉鎮的東莞亦有800萬人,加加埋賣以億計 當此等城市人口基於宣傳或口碑影響 忽然對某種牌子的米或油或抗傳套或衛生巾產生購買意欲 請問,短期內何來這麼大的供應量? 怎會不永遠瘋狂的搶購狂潮而導致商品斷屍再斷屍? 商店外怎可能不排隊再排隊?讓全世界看外了銀 當他們特別喜喝某地牛奶,當地農場沒有牛的魚頭即使被日劑夜劑 劑到皮破血流,也沒發滿足需要 當他們突然熱愛到東營旅行,日本由北到南的街頭 向美立即變成漢語天下,當他們忽然蜂擁到萬谷叫雞 泰國的色情產業必以悲痛的姿勢無比興旺 中國規模,勢所難當,怎麽辦? 唯有希望印度也快快強國崛起,中國才不會成為嘲笑對象 MagafeiMacafei.blogsport.com